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继续渣瓦编程轻松入门系列讲座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给大家来讲解Eclipse的视窗 视图 以及常见问题的解决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叫做视窗 视窗呢 就是每一个基本的窗体呢 就成为一个视窗 那么我们上节课我们也学过了 视窗中呢 常见的有package explorer 也就是包浏览器窗口 那么包浏览器窗口呢 显示的是项目的结构 包类 以及使用的所有web资源 还有outline 也就是大纲视窗 大纲视窗呢 显示的是类的结构 方便我们进行查找 识别和修改 那么还有就是控制台视窗 也就是console console 显示程序在控制台运行的结果 屏幕输出的结果呢 都是显示在这个视窗下 此外呢 还有problems 它显示的是eclips内 所有语法级的错误 以及锁出的位置 好 我们接下来打开eclips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到 左侧的呢 这个就是包浏览器视窗 显示的是我们当前工程 以及工程的所有的目录结构 那么这是我们真正的文本编辑的一个视窗 也就是我们的代码 就在这个视窗下来写 这个就是大纲的视窗 那么这个呢 就是控制台的视窗 此外呢 还有problems 也就是问题视窗 那么当前我们的程序中呢 有一个警告 所以在这个problems 问题视窗中呢 就显示有一个warning 那么数量是多少呢 数量是一个 那么是在第几行呢 是在第七行 警告的内容是什么呢 警告的内容就是当前这句英文 当前定义的局部变量的值呢 我们并没有去用到它 好 如果我们要是将当前这个分号 我们删除掉 再点击保存 接下来这个警告 warnings就变成了errors 那么数量依然还是一个 我们现在点击左侧的向右的一个箭头 就可以看到详细的信息 错误是在第几行 是在第七行 错误的内容是什么呢 错误的内容就是syntax error 也就是一个语法级的错误 语句块后面呢 我们要填上一个分号才能代表是当前这个语句已经完善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把这个分号再补齐 那么错误就变成了warning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什么叫做视图 视图的英文呢 叫做perspective 它是由某些视窗组合而形成的一个界面 好 我们现在来看 那么当前呢 这个界面就是一个视图 它代表的是Java视图 那这个视图呢 就是由五个视窗所组成的 分别是由这个包浏览器视窗 文本编辑视窗 任务列表视窗 大纲视窗 以及控制台视窗 那么视图如何去更改它呢 我们现在来看右上角的这个图标 我们看到有两个图标 我们现在来看左侧这个图标 当我们把光标放在上面的时候呢 提示底下有一个英文 叫做open perspective 那么其实意思就是打开视图的意思 右侧其实我们是一个Java 这说明呢 这就是一个Java视图 那么除了这个Java视图以外 还有别的视图吗 我们现在来打开这个按钮 弹出来一个对话框 这个对话框上显示的就是 打开视图 那么除了默认的Java这种视图以外 还有类似于debug视图 还有资源视图 等等等等其他的视图 好我们现在来点击这个debug视图 debug呢是代表的是调试错误的意思 好我们现在双击打开 好点击OK 此时我们当前的视图呢 就已经跟刚才有了一定的改变 左侧的视窗发生了改变 那么右侧的视窗呢 也发生了改变 那么这些视窗组合在一起 形成的界面呢就叫做debug视图 好我们现在来看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右上角呢 就多了一个debug这么一个图标 那么如果我们要是想回到Java开发的一个默认视窗 我们现在呢就点击左侧的这个Java 那么它又切换回到Java视窗了 一般情况下 我们在开发Java的时候呢 都是使用Java视图 那么如果我们需要调试错误的时候呢 我们就选择debug视图 那么这些众多的视窗构成了一个视图 而这些视窗很有可能我们不小心就会关闭当前的这某一个视窗 比如说我们现在一点击关闭 再点击关闭 那么此时呢 我们当前的这个视图呢 就已经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构 如果要是刚开始接触Eclipse 很多同学就会茫然了 视窗都不见了 那么我们如何来进行书写代码呢 没有关系 我们会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 我们不小心会关闭某些视窗 这样我们的视图实际上就发生了改变 如何恢复到原始的视图状态呢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Eclipse 常见问题以及解决 那第一个呢就是窗体如果被弄乱了该怎么办呢 好 我们只需要点击Windows菜单 找到Perspective这个选项 再找到Reset Perspective就可以了 好 我们接下来来进行操作 找到Windows菜单 其中呢有Perspective Perspective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这就是视图的意思 在这个视图选项下呢 我们可以看到 有自定义视图 有保存视图 有重置视图 有关闭视图 有关闭所有的视图 那么我们在这里头呢 只需要点击重置视图 好 再点击重置 那么就可以恢复到刚才我们的这个Java视图状态 好 点击SRC 找到包 打开当前的Java文件 这样我们又可以进行Java的开发了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其他的问题 如果控制台找不到了怎么办 好 控制台默认的情况下呢 我们实际上这里头这个控制台选项是看不到的 那么有两种方式 如果我们打开了一个Java文件 我们只需要对它进行运行 好 这样控制台Console视图也就能够看得到了 那么如果不采用这种方式 我们是否还会有其他的方式呢 好 我们接下来来看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还可以使用Windows菜单中呢 找到其中有一个选项叫做Show View 其中有一个选项叫做Console 好 我们接下来来实际操作一下 找到Windows菜单 找到Show View选项 找到Console这个选项 好 此时点击 这样我们的控制台就可以看到了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其他的问题 如何去掉默认的注释 当我们在书写代码的时候 每一个方法中呢 都默认会增加上一个注释语句 叫做To Do 如果对于这条注释语句 我们不想让它出现 那么应该如何进行操作呢 有些同学会说 那我们直接就把这句话给删除掉 实际上呢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我们可以修改模板文件 以后在创建方法的时候呢 都不会再出现 To Do这条注释语句 当然了 我们其实呢 是不建议大家删除这条注释语句的 好 我们接下来看看 如果真的想去掉这个注释 该如何操作呢 首先我们在Windows菜单中呢 找到其中有Preferences这个选项 Preferences实际上是首选项的意思 找到其中呢 有Java选项 找到其中呢 还有Code Style Code Style中呢 还可以找到有Code Templates 那么Code Style的意思呢 是指的代码样式 Code Templates是指的是代码的模板 所以如果我们要是想真正的 永远去掉这个默认的注释 那么我们就修改模板就行了 好 我们接下来进行实际操作一下 找到Windows菜单 找到Preferences这个选项 也就是首选项 这样呢就会弹出来首选项的对话框 找到左侧呢 有Java这个选项 打开Java选项 接下来可以找到有Code Style 好 找到Code Style 点击左侧的箭头 可以打开详细的内容 这里头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Code Templates 好 双击 好 我们能够看到有Code 点击左侧的箭头 可以打开详细的内容 因为我们现在不希望是 每个方法里头的注释展示出来 那么我们就找到 这就是Method Body Method Body呢 代表的就是方法体的意思 双击打开 好 我们现在可以将当前这句话 进行删除 当然了 实际上我们并不建议 大家去删除 好 在这里头呢 需要提醒的是 如果我们要是只是修改这块 实际上是修改不了的 必须是点击编辑 弹出来当前这个编辑模板 这个对话框 才可以进行编辑 或者直接进行双击打开 也进入到了这个编辑模板的 这个状态 那么这里头呢 除了可以修改方法体的 默认的注释以外 还可以修改其他的一些模板 如果我们需要的时候呢 可以点击其他的选项 然后进行双击打开 或者说点击edit编辑 进行打开 如果编辑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点击apply 就是应用的意思 再点击apply and close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他的问题 如果我们要是希望 显示和隐藏这个行号 该如何来做呢 我们现在默认的情况下呢 我们这里头显示有当前的行号 那么如果我们要想让它隐藏 该如何来做呢 实际上呢 就是右击代码区域 最左边的空白区域 点击show line numbers 也就可以实现 行号的显示和隐藏 好 我们现在来实际操作一下 点击代码左侧的这个边框 右击 这个时候呢 上下文菜单中呢 显示出来了有一个叫做 show line numbers 这么一个选项 默认我们现在是勾选上 当然了 勾选上就代表的是当前的行号 能够显示 我们现在要是勾选掉的话 行号就看不见了 实际上我们在编写代码的时候 我们都是希望这个行号 能够展示出来 好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下面的问题 如何去修改当前字体的大小 以及字体的颜色 实际上 字体的颜色 我们是不建议大家修改的 为了方便阅读 我们实际上可以修改字体的大小 那么这里头呢包括三方面的字体的颜色和大小 第一呢就是Java代码的字体大小颜色 还有就是控制台的 以及其他文件的 实际上呢 我们只需要掌握前两个也就可以了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Java代码的字体的大小和颜色 首先先是找到Windows选项 找到Preferences 首选项 找到其中呢 有General 也就是通用 接下来呢有Appearance 也就是显示 里头呢有Colors and Fonts 字体的颜色和字体 接下来找到Java 然后找到Java Edit Text Font 编辑Java的字体 那么如果是控制台的话 前面呢都是一致的 只不过呢是要找到Debug Debug里头呢有Console Font 就可以修改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实际操作一下 找到Windows菜单 找到Preferences 首选项 好 找到General 双击打开 接下来找到Appearance 找到Colors and Fonts 好 如果我们现在想修改Java代码的大小 那么我们现在呢就选择Java选项 双击打开 这个里头呢我们能够看到有 Java Editor Text Font 就是Java文本编辑器的文本字体的设置 要么我们双击 要么呢点击Editor 好 点击Editor之后呢 就显示另外一个弹出式窗体 我们可以选择修改它的字体 字形以及字体的大小 那么默认我们字体呢不必要修改 字形也不需要修改 我们可以修改 让它的字体呢大小变化一下 我们把它变成14号字体 好 点击确定 好 点击确认并且关闭 好 这个时候呢我们当前 Java区域的字体大小呢 已经发生了改变 如果我们希望控制台文本的字体大小 也发生改变呢 好 我们再重新来操作一遍 目录隐藏的太深了 我们可能找不到 没有关系 我们只需要记住关键字字体 我们只需要记住关键字字体 它是代表的是放字 我们把关键字输入到这个搜索框中 那么我们一下子就可以找到当前它所在的目录级别了 好 现在呢我们是希望修改控制台的字体大小 我们这里头呢就要选择debug 接下来我们能够看到 console font 好 双击打开 我们也是只修改它的大小 选择14号字体 点击确定 最后再来点击apply and close 也就是应用和关闭 好 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的控制台的字体大小也发生了改变 好 同学们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给大家讲了两个概念 一个呢就是视窗 一个就是视图 以及讲了eclipse中常见问题的解决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儿 同学们先休息一下吧